大家好,欢迎回到送说新语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安徽寿县古城 讲讲寿县和淮南王的故事 淮南寿县古城寿春,寿阳寿州 是楚文化的故乡 淮南寿县八宫山是豆腐的发祥地 也是肥水之战的古战场 寿县的成语典故也不少 像投标断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等等 都出自这里 那么寿县古城曾经是战国时期 楚国最后的都城 保留了很多重要的楚国文物 比如在寿县古城区出土的楚大鼎 银元,恶军起劫,战国铜马车等等 这些精美文物都是国内外罕见 寿县也有了地下博物馆的美誉 这个银元,不念尘埃好朋友们 是古代的黄金货币 那么银是出国都城名 寿县作为出国首都时候 称为寿银 元是货币重量单位 它的含金量在90%以上 质量上好的能达到99% 到了秦亥时期 寿县属淮南国国都 到汉武帝年间 寿县成为汉代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 淮南王刘安在八宫山下炼丹著树 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淮南洪烈这些历史典故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古城是宋代重建 后来多次修起 城墙周长是7174米 高位9.7米 底宽是18米到20米 顶宽是6到10米 城有四门并各有瓮城 其中西瓮门北巷处 北瓮门西巷处 东城门和瓮门的在平面上 平行挫制同为东巷处 这种门巷的特殊设置 不仅有利于军事防御 而且还具有重要的防水功能 明代为了加固强击 在城墙外侧用条石叠弃了一周 扩城不安 保护了城墙不被水充施 城内北部东西两侧 各有一个泻水寒门 平时城内积水 可以由此排出城外 当洪水季节 又可以自行关闭寒门 防止外水倒灌 应该说这是古人建筑防水的成就之一 和寿县联系最紧密的话题 就是淮南王留安 淮南王是中国古代王爵封号的 这么一个名称 历史上用过淮南王的称号的人 有很多人 像汉朝的英部 刘长 刘安 刘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司马允 刘冲 石昭 夫生 刘伟 刘子梦 等等 那到隋唐时期呢 还有李厄 李茂等 也有自己封王的 像东汉的李县 再有呢 是根据地理位置封王的 如北魏北齐的时候的 很多的这个小王 现在语境中的淮南王啊 一般就是指汉代的淮南王留安 淮南王留安啊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 在安徽这个寿县 那和淮南王留安绑定的话题啊 除了传说中的豆腐的发明者之外 那就是成语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故事 根据东晋葛红的神仙传记载啊 当时的王子们呢 都沉迷于游玩狩猎和美酒女色 只有刘安啊 坚守揭操 并礼先下士 刘安对于儒家学说和易经都有研究 招纳了几千名有才学的门客 都是天下的知名人士 是个文化人 还类似于现在张嘴就是 Wonderful Tremendous那种 刘安写了论述佛门经义的内书22篇 还有解释佛经中观论的文章8篇 另外呢 大量的论述神仙修行和用黄金白银炼丹的文章 以及论述道数的红宝和论卦数的万币 其所著的淮男子啊 更是刘川后世影响颇大 这样的人物啊 在历史上的影响都超过了很多帝王 那根据葛红的神仙传记载呢 刘安是生于公元前179年 公元前122年去世 历经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 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 这个孙子黄三代相当牛皮的啊 他爸呢是丽王刘长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个丽不是个好字 刘长呢因为犯了罪 被刘放到四川 在刘放途中啊 绝食而死 汉文帝知道后呢 有点难过 就重新分封刘长的属弟 给了他的长子刘安 所以刘安才被称为淮南王 那前面我们介绍过 淮南王啊兴趣广泛啊 除了研究儒家学说之外啊 对于练丹道是特别热重 总是梦想得到成仙 有一天呢 有八位老人呢 前来淮南王的府邸啊 要求刘安前来接见 门里看到的一个个老太龙肿啊 于是说啊 你们八位连走路都费劲 对我们王爷有什么用处呢 那一个老人说 既然他不喜欢老人啊 我们就变年轻点吧 话刚说完 这八个老人呢 居然转眼间呢 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少年 满头黑发 脸如满月 门里看后是非常的震惊啊 慌忙跑到里边报告刘安 刘安听完知道来的不是凡人 连忙这个出门啊 隆重迎接 自此以后呢 就把他们刘安啊 把他们称为八公啊 将他们安排在私仙台上居住 带入上宾 这八公呢 果然都有通天的本领 腾云驾雾 呼翁唤 一点诗成心 无所不能 他们得知刘安 一心想得道成心啊 于是向他传授丹精 并愿意为他炼制这个仙丹 灵药 实际上啊 这八个人是有名有姓的 他们是苏飞 穆尚 左武 田游 雷贝 毛贝 武贝 晋昌 是怀丹王门客里边最出色的八位 那怀丹王的主要著述啊 其实都是他们写的 用现在的语境来说呢 这个论文和著作 他的一作二作是这八个人 刘安呢 充信量就是个通讯作者 正在这个刘安专心致志啊 等待仙丹炼城吞服升天之际呢 发生了一件事 原来呢 刘安有个儿子叫刘谦 他平常呢 特别喜欢这个五腔动棒 他自以为自己是剑术超群 他听说 郎中啊 雷贝剑术非凡 非要拉入他和自己比武 雷贝呢 无可奈何 不得不奉陪 不曾想的这个 刀剑无情啊 误伤了刘谦 刘谦怒不可遏啊 从此呢 不欢而散 哎 雷贝担心刘谦对他报复啊 这个 也向淮南方 这个提出要求啊 请他指派自己去抗击匈奴 以希望呢 以此来避开这个刘谦 刘安啊 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啊 那没有答应 雷贝呢 更加恐惧 于是呢 来了个先发之人 上书朝廷 控告刘安 不允许去抗击匈奴 这在当时可是个大罪名啊 还好刘安呢 是当时皇上 汉武帝的唐叔 才只被消除了 两个县的封地而已 这回啊 刘安知道这个事之后啊 可是恨着了 那刘备心想啊 这个雷贝啊 说 与其整天担惊害怕 倒不如一不如做二不休 何人怜悯呢 就诬告刘安谋反 这回呢 汉武帝只好派人前去 把刘安捉拿回案 刘安得知此事之后呢 很快就嫁来了八公商量对策 八公笑着对刘安说道啊 这是王爷功德圆满 上天要召唤王爷去了 之后呢 就让刘安服下了 早已炼制号的灵丹妙药 顿时啊 刘安赶到身子 飘飘乎乎 神情如燕 跟着八公升天去了 那王府庭院内啊 八公炼丹的药炉呢 还遗留在家里 四周地上呢 还散着几颗仙丹 鸡犬们呢 围着又捉又舔 结果呢 也全部跟着升了天 后来 这个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个故事呢 就成了贬义 实际上它原来是褒义 意思大家都明白 我就不多说了 不过呀 如果你是初中学历 初中小学不行 学过化学 你就知道重金属的危害 刘安和家人 如果真的服用了 用水银或者金子做的丹药 真的要升天了 刘安的活了58岁 这在当时算高寿了 如果他不作啊 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 真有可能活个大岁数 但实际上历史记载的 刘安是西汉元寿元年啊 就是公元前122年 汉武帝因节宾客 扶寻百姓为叛逆士 这三项罪名捉拿刘安 刘安呢 是自杀身亡 终年58岁 他的弟弟恒山王刘次啊 因为同伴造反 被抓获自杀 这个元寿元年啊 是汉武帝 可算是杀人无数 这个罪名呢 用大白话说呢 就是你暗中 结交宾客 安抚百姓 谋划叛逆之事 你看看这个 对老百姓好 也不行 你对老百姓好 你是想收复民心 为造反做准备 刘安的亲属啊 也被足灭 淮南国和恒山国 涉及谋反呢 有数千人都服输 淮南国和恒山国呢 被出名 改为九江郡和恒山郡 所以啊 权力和丹药 过度的追求呢 都是毒药 最终呢 都会害了自己 无论是汉武帝刘彻 还是淮南王刘安 很多他们的故事啊 最终都成了历史的笑话 好的 关于寿宪古城啊 和淮南王刘安的故事呢 和大家讲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